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我是幻之 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讲到 在南京市古楼区的五百村 当地考古队员们找到了四座专事墓 根据史料他们猜测 这很有可能是进墓地司马丹的地灵 遗憾的是经过一系列的发掘 考古队员们否定了这个猜测 转而认定 这处六朝时期的家族墓葬 应该是属于三国东吴时代某一个显赫家族的 为了破解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队员们很快就对M3号墓展开了发掘 出人意料的是 在这座经历了多次盗挖的墓葬当中 队员们竟然找到了一些十分罕见的陪葬品 就是画面上的这些陶勇 经过多方验证 这些陶勇是一支军乐队 起码古水这种一档形式在全国发现的并不多 而且都以壁画的形式呈现 南京更是首次发现 比较罕见 首次发现 全国罕见 从专家的这些用词呢 我们不能感受到这些陶勇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惊喜 不过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份惊喜还会往下延续的 在后来的整理修复过程当中 有一件陶勇成功的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就是这一件 其实它的保存情况并不是太好 双臂都找不着了 那它到底是凭什么吸引了专家呢 凭一个三角形 什么意思啊 估计各位听了有些云里雾里的 您来看画面就知道了 咱们把镜头往下移 我说的三角形啊就是这 在它的左侧高桥安下 一个三角形 为什么让专家们这么在意呢 还一惊一乍的啊 神乎其神说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三角形啊 经过专家们反复的确认 认为它应该是古代使用的马凳的样子 关于马凳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的热点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都知道 骑马你在马上游着马凳 你能够更好地教育这匹马 你可以同时可以把你的双手解放出来 做更多的动作在马 马尾上 比如说 打仗啊 或者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这个马凳的这个 应该说这个重要的发明 正如专家所言 马凳是一个在军事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 在马凳出现之前 骑士的双腿横跨于马鞍两旁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 因此在那个时候 想要学会骑马 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后来有了马凳之后 难度就降低了很多了 骑术好的 不仅可以轻易上马 控制马匹 甚至可以解放双手 做着各种高难度的马上动作 讲到这 估计还是有观众会不明白 这个马凳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可是发现马凳也很重要吗 这不是后来一个十分普及的东西吗 是 如果是出现在其他的墓葬 可能专家也不会这么激动 但是出现在这个墓里边 就是无一般 因为在此之前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马凳形象 是在1955年发掘的 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葬当中 当时出土的时候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因为它被认定为最早的马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件东西 后来还被保存在了 国家博物馆里边 可如今 五百孙M3号墓也出土了马凳 它的年代属于三国时期 明确早于西晋 也就是说 这才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马凳 但凡考古里边碰到这个最字 意义自然就非同一般了 而就此次考古发现来看 中国不仅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马凳 而且这个发明领先了西方世界数百年之久 这就是为什么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了 当然让他们兴奋的还有一点 那就是这件马凳 跟咱们后世发现的马凳还不太一样 它是个单边的 只在马匹的左面一侧有凳 而且凳格很短 只有人腿部的一半长 乘马者的脚也并没有踩在凳里边 这个发现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马凳的认知 而在考古队兴奋惊喜的同时 也越发好奇拥有这件意义非同一般的陪葬品的主人 究竟是谁 队员们认为既然墓葬当中出现了军乐队 墓主人又是显贵阶层 那么他是一位武将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发觉还在继续 考古队员们期待在墓室当中找到更多关于墓主人的线索 没过多久 线索真的出现了 考古队员在M3号墓葬的前室东侧 找到了一块匾长的墓砖 当这块墓砖的土锈被清理掉之后 竟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有字 有字就好办了 这上面会刻着墓主人的名字吗 经过仔细辨认 墓砖上的人字被成功解读 这是一份购房合同 上面这样写道 太元元年八月念七日 两月极日 大汝炉江安风离飞 金于莫府山下立种宅 从天买地从地买宅 雇钱三百 欢迎过来大致就是说 在一千七百多年前 这位安风离飞是购买方 他花了三百钱 向售出一方天地和土拨 买下了这块土地和墓穴 这张人神契约 学名叫做买地券 即是这块土地及墓穴的使用凭证 买地券最早出现在东汉中期左右 它带有非常浓重的道教色彩 是一种人和神灵之间的契约 它代表了牧主人 对这块墓地的一个合法合理的拥有权 它是参照这个人世间的 这个土地门门契约而来的 不同的是 它是和鬼神之间的 签订的一种合约形式 这段文字里边 那真的是隐藏了两个重要信息 首先一个是时间 上面清楚的写着购买的时间 是太元元年 而中国历史上 年号定为太元的共有两次 一次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时期 另一次是东晋孝武帝司马耀时期 那既然这个墓葬断代为三国时期 那么这块买地券上的太元元年 应是三国时期的公元251年 墓主人大致应该是死于藏于这一年的 那第二个重要信息就是名字了 上面同样清楚的记载了买家的姓名 它是一位来自炉江安丰的女子 名为李飞 买家及墓主人 也就是说 埋葬在M3号墓的是一位女子 这大大出乎了考古队员们意料啊 一位女子为何会陪葬骑马乐队 难不成她是一位女将军吗 可是查阅史料 队员们在东吴历史当中 始终找不到一位叫做李飞的女将军 查无此人 可是古墓给出的信息真实存在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究竟是史书中漏迹了 还是这位李飞身上有着什么 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让她在那段历史当中被刻意抹去了呢 告诉各位啊 都不是 这里头啊 的确是另有玄机 下节说 上节说到根据买地券的文字 考古队员们推测M3号幕的幕主人 很可能是一位叫做李飞的女将军 然而 史书当中找不到这个人 这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疑问呢 很快就解开 因为在后边的发掘当中 考古队员们又找到了四块买地券 这四块地券和第一块地券是堆叠在一起的 处在第一块地券的下方 然后这四块当中有一块和之前发现的那块是相同的 另外三块则不一样 这新发现的买地券上又出现了一个人 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队员们是豁然开朗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谁呀这是 此人正是三国时期鼎鼎大名的东吴大将叫丁丰 上面是这么说的 建衡三年八月十六日 两月吉日 大南史池节 左军师 右大司马 徐州木 左护军 无难 右不都督 大将军安丰侯 卢江安丰丁丰 近于莫府山立种宅葬 从天买地 从地买宅 5300万 从专地券上记载的时间 建衡三年 墓主的官职 大将军安丰侯 以及墓主的籍贯 卢江安丰 加上墓主本人的姓名丁丰 我们就完全可以认为 这就是三国时期的东吴的著名大将丁丰 丁丰将军 一生追随过周瑜 鲁肃 吕蒙 陆逊 等几任大都督 参加过多次大战 是永贯三军 战功赫赫 他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战 就是著名的雪中奋短兵 又名东兴之战 话说公元252年10月 孙权刚刚去世 魏国想要趁人之威 便派司马昭领军15万进攻吴国 其大军便驻扎在今天的安徽省寒山县 当时就在这里 大将军丁凤亲率三千人马 对魏军发起了奋勇的自卫反击 在那一战当中 丁凤命令手下士兵 在雪地里一一脱去了身上的铠甲 手持短剑式快速突进 凭借了这样的奇招 凭借着这样的奇袭 奇迹般的以少胜多 是打败了魏军 东兴之战的胜利 挫败了魏国借武主心丧 灭武的计划 丁凤也因此霍锋灭寇将军 独相后 从此逐渐走上了武国的政治舞台 发掘到这儿 靠谷队员是彻底明白过来了 那支地下乐队 的确是武将的陪葬品 只不过这位武将 并非是安丰离妃而是东吴名将 丁凤 至于他俩什么关系 想必大家也都猜得到了 地圈上记载了两位牧主人的身份 一位是安丰和卢江安丰丁凤 另外一位是卢江安丰离妃 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对夫妻合葬墓 买葬的是丁凤和他的夫人 M3号墓主人身份之谜解开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个疑问 咱们前头说了 500村这四座砖石墓是一个家族墓葬 那毫无疑问 丁凤一定是这个家族当中身份最高的那位 但是在这四座墓当中 M3号墓并不是最大的 隔壁的M4号墓和M5号墓都比他大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丁家还有比丁凤身份更高的人吗 从理论上来说没有这种可能性 根据三国志记载 丁凤官至东吴的右大司马 左军师这与M3号墓买地券上的说法是对得上的 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是不会有错的 那根据这个官制去推断 专家说丁凤是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还有什么人在丁甲 能比丁将军身份更为尊贵 更为显赫呢 那就只有一位了 谁啊 当朝天子啊 皇帝本地啊 是不是 那这么说的话 事情就太离谱了 皇帝怎么可能会葬在丁凤他的家族墓葬群里呢 这就就是让靠谷队员们 怎么都想不通的地方了 那既然有疑问 那就必须要想办法去破解疑问 考古队员们把破解的希望放在了M4和M5号墓的发掘上 说看就看啊 很快队员们便兵分两路 对两座墓葬展开了同步发掘 结果令人吃惊 先说M4号墓吧 经过勘探 队员们发现 这座墓光是墓道长度就达到了9.3米 由台阶 坡道以及平台三部分组成 其中台阶残存竟然多大15基 而砖室部分长9.8米宽6.4米 这样的墓葬规模堪称庞大呀 还有M4号墓的墓顶也很特别 它的结构是四鱼炫尽室 它比丁凤墓的四鞭炫尽室更为牢固更为豪华 咱们再来说M5号墓 首先一个规模同样比M3号墓要大 再一个它也跟M4号墓一样 采取了更为优雅美观的四鱼炫尽室穷龙顶 还有一点就是墓砖的区别 考古队员们对于M4和M5号墓的墓砖 文式进行了踏印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上千年前的墓砖上不仅有文式 而且至少还有两种 一种是卷云文 另一种是直线拼接起来的图案 可是M3号墓呢 各位来看 墓砖上什么都没有光滑无纹 从这个细节上来看 M4号墓和M5号墓实在是比M3号墓要豪华多得多 这让队员们是越发的疑惑了 这究竟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啊 就在这时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可能性 也许M4M5号墓的主人啊 是丁凤的长辈也不好说呀 嗯 丁凤出于孝道 便为长辈们迎建了更大更精美的墓穴 这说得过去啊 但是这个说法很快就遭到了其他队员的明确反对 理由很简单 因为M4M5号墓都在丁凤的右边 按照六朝墓葬的一般性排葬规律 我们推测4号墓和5号墓的墓主身份 可能是丁凤的平辈或晚辈等的某个人 晚辈或者是平辈 难道说在丁凤家族当中真的有两位地位更高的人吗 可是翻遍了各种史料 考古队员们确实没有找到这样的人物啊 而现场的新发现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惑 这是M4出土的青瓷魂瓶 瓶身有残损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瓶身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魂瓶的下部为一个敞口罐 罐子的腹部堆塑有龟蛇等小动物造型 罐的宽瓶沿上正面堆塑了立柱与门楼 另三面则堆塑了狮子熊等等 再往上是一个五连罐 主罐居中外侧贴素大量的飞鸟 那么这一件是在M5号目找到的魂瓶 质地同样是青瓷的 瓶身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三层楼阁 第一层在罐的宽瓶沿上堆塑的是狗猪等动物 第二层是楼阁的四角 各负一四面坡顶停格 第三层是主体 同样也是一个五连罐 主罐居中周围簇拥着四个小罐 罐的外侧飞鸟展翅 这两件东西单看都可以说是制作精美的佳品 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如果把它们与在M3号目发现的魂瓶放在一起看的话 那差距就很明显了 细形不够大 上部层数不够多 堆塑的造型也不够复杂精美 不光是这一件陪葬品比不过 整个现场发掘完毕之后 考古队员们就没找到一件 比M3号目的骑马乐队更罕见 更精美的随葬品了 那么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方面M4 M5拥有面积更大 装修更豪华的墓葬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两座墓葬的随葬品的精美程度 规模大小 却又明显比不过M3号目 这很矛盾啊 不应该啊 种种诡异之处 究竟该如何解释 下节目 前面说到关于M3 M4 M5号目 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 一是M3号目主人是东吴的重臣丁峰 在整个家族来说 他就是身份最为尊贵显赫的那一位了 但是他的目却比他的两位平辈 甚至是晚辈 M4号目 M5号目的墓主人呢 墓葬要小 第二呢 M4 M5号目虽然更大更豪华 但里头的陪葬品却平平无奇 那完全比不过M3号目出土的 这又是为什么 发觉到这儿啊 考古队员们感到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 此路不通啊 现在该怎么办 就在此时 有一位队员脑子活 闪现出了一个想法 这条路走不通 会不会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走错了呢 不如我们用逆向思维来推倒推倒 或许会有突破 这倒是一个新思路啊 队员们试着跳出原来的思维方式 重新思考 果然有了一个新的角度 会不会其实不是M4 M5号目太大 而是M3号目实在太小呢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M4号目M5号目 他们的规模也好 装修也好 是符合一个贵族家庭成员的标准的 他的陪葬品呢 也是符合牧主人身份的 奇怪的只是M3号目 他太小了 反而显得另外两个太大了 不过虽然他的墓葬规格不符合丁梦的身份 但是他的陪葬品是符合他身份的 你看这么一想 第二个疑问就不存在了 那么现在奇怪的就只剩下第一个问题了 不过首先要确认这个思路对不对 是不是 为了验证这一点 队员们决定采用考古节常用的对比法 他们找到了同为三国时期 同为东吴将军朱然的墓葬资料 首先一个朱然墓用的呢 就是M4 M5号目的 似于炫尽式穷龙亭 不过朱然墓比这两座墓还要更好 因为他墓室那两侧还各用两层砖 垒砌成了挡土墙 二一个呢 朱然墓的砖比M4 M5号墓的砖还要精美 不仅仅有简单的文饰 而是全部都刻上了 富且贵质万事的宁文 这种规格不仅高于丁凤墓 同样也高于M4 M5 这一对比就很说明问题了 刚刚队员的那个猜测或者推测是对的 M4和M5比M3大 并不是墓主人的身份 高于身为东吴又大司马左军士的丁凤 而是丁凤墓葬的规格实在太小了 明显低于同时期同等级的墓葬 完全不符合他的身份 前头的疑惑解开了 新的疑惑出现了 为什么丁凤要这么干呢 他的墓怎么就那么小呢 有一位专家认为现场发现的另一个奇怪现象 或许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三号墓的封门处 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就是封门的上半部分砖泛红 下半部分砖泛青 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墓葬主人的二次葬有关系 上半部分的砖泛红是因为它的烧造温度较低 质量较差 它的用砖和三号墓整体墓室的用砖是一致的 然而这一大块封门的砖 砖的质地则是不一致的 专家解释说 M3号墓的这个封门这个奇特现象 应该是典型的二次葬迹象 所谓二次葬就是这个墓 在埋入墓主人之后就封上了 可是后来呢 又有一位墓主人下葬到了这里 那就必须要拆掉原有的封门砖 再把第二位墓主人安葬好之后 再用青砖重新封门 于是乎就留下了砖的质地不一样的迹象 这个发现让队友们迅速联想到了之前的一个发现 还记得咱们前头不是找到了几块买地圈吗 上头清楚地记录了两位墓主人的下葬时间 卢江安风离飞 也就是丁凤的夫人 安葬于太原元年 即公元251年 而丁凤本人则安葬于剑横三年 即公元271年 比他的夫人整整晚了20年 而太原二年也就是公元252年 丁凤的夫人下葬一年之后 才发生了那个让丁凤声名大震的东兴之战 在此之后 丁凤才开始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有专家认为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这座墓当时修建的时候 丁凤还只是一个小人物 所以他的规格是符合墓主人 也就是丁凤的小人物的 夫人的当时身份的 谁知道20年之后 丁凤发达了呀 可是那个时候 墓葬已经按照之前的身份标准建好了 也许是间谍情深 所以最终丁凤还是选择了葬进 夫人这座低规格的小墓当中 丁凤和他夫人去世的年代相差了20年 为什么还要合葬呢 我们从感情的角度来说 也许是觉得夫妻情深 尽使差了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要葬在一起 但另一位周老师 却不认同这个推测 在他看来 丁凤做出这样的选择 除了感情因素之外 更多的是现实因素 三国志陆凯传有在保定元年 陆凯与丁凤丁故等密谋 想趁着孙昊去叶庙的时机 废掉孙昊和立孙修的儿子为帝 实料记载公元264年 东吴皇帝孙修去世 丁凤等朝廷重臣 盈利孙昊为帝 但孙昊这个皇帝当的不怎么样 孙昊继位后 起初秦宇正式 但很快就暴露本性 残暴无良 沉迷酒色 这就让丁凤等人有了废地之心了 于是便密谋策划了一场 针对孙昊的政治活动 然而这场政治活动 由于孙昊的高度警惕 最终失败了 虽然孙昊没有丁凤的谋反证据 但是却对他起了疑心 此事之后 丁凤及其家族的地位和待遇 那一落千丈 因为丁凤晚年遭到猜忌 在他去世之后 家人都遭到了贬持和流放 而大将军丁凤本人呢 晚年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是处处小心谨慎 就连自己的身后事 也不敢大搞而特搞 重新建墓 也不敢 干脆就和自己的夫人 合葬在了M3号墓当中 操操了事 至于M4 M5号墓 很有可能是丁凤位高权重之时 为家人修建的 因此规模比较宏大 其中一位墓主人 专家推测应该是 他同为东吴大将军的弟弟 理由是在三国志当中 有这么一段记载 奉帝封 官至后将军 先奉死 翻译过来就是 丁凤有一个弟弟 官也做得挺大的 可惜英年早逝 死在了丁凤的前头 而且应该是死于 丁凤废地活动之前 因此他并没有受到牵连 此后也得以安葬 再更加豪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